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上大秘密的《青青》演出 在开播之前就已经是万众期待了 然而胡珠夫人上线之后 网络上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有观众说该剧制作精良 画质唯美 值得一看 持相反意见的观众则是称杨幂此次是大型的翻车现场 明明是女扮男装 还贴了那么长的睫毛等等 剧集播出到现在 杨幂和陈伟霆这段主线CP发展得很吃力 甚至两人在同框的时候也毫无师徒感 看起来不像情侣 于是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称杨幂的演技好像有些退步 看起来没有之前好了 与此同时 剧中 地序和提兰这对负显CP 却逐渐占据上风 徐开平饰演的地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EMO皇帝 在线发疯 为爱痴迷 没有什么是他做不出来的 陈小云饰演的提兰就更有意思了 他作为地序旧情人子赞的替身被送入宫中 为爱痴狂的地序明知道他是替身 却还是忍不住一步步沦陷 这替身剧情虽然老套 但男帅女美的角色设定却十分吸睛 随着剧情的深入 观众也是逐渐上头 试问谁又能拒绝替身的诱惑呢 相比杨幂和陈伟廷这对主角 男二女二组成的副CP 却获得了更高的热度 尤其是陈小云在剧中一人分饰两绝 十分出圈 他饰演的提兰看似清纯柔弱 实则心狠手辣 全程于皇帝虐恋情深 所以无论是角色设定 还是绝美的扮相 陈小云都足够吸睛 这几日剧情进入了高潮部分 老实说 他的演技还是可圈可点的 胡珠夫人给陈小云带来了一波热度 她的口碑也有所回升 事业也算是稍有起色 网友讨论 无论是服装还是人设 都没有女二号抢眼 抢了女主的风头就算了 没想到她的一句低情商发言 更是惹得两人关系尴尬到了极点 真的是作妖啊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件事情的经过 起因是 有网友在陈小云的评论区留言称 整部剧只有她一个人是亮点 有的人演技真的是好尴尬 这下好了 本来一条没有指明道姓的评论 硬是被陈小云堆号入座 陈小云回复网友称 杨幂是自己的偶像 能跟她合作简直荣幸之志 简直一个尴尬到爆 尴尬到用手抠出一个三十一听 这不就是直接点名杨幂 按指杨幂演技尴尬吗 真是不知道该说陈小云情商低 还是故意的了 简直就是脑子掉线的行为 一番话看似在维护杨幂 其实是在内涵杨幂演技尴尬 这么一道 陈小云凭借提栏赚来的路人员 恐怕是要被打回原型了 事件持续发酵 陈小云之前的黑历史 也再次被网友扒了出来 陈小云 1989年出生于吉林省 今年32岁的她曾经出演过 如意传 小别离等多部影视剧 但却一直不温不火 在娱乐圈只能算得上是三线女星 陈小云的走红 完全得益于曾经的男友 于小彤 当时她和于小彤一起录制恋爱节目 节目中 于小彤不让她衣着暴露 却是些大男子主义 这波人设也换来了不少网友的可怜 明星运动综艺 会场中的她十分亮眼 射箭 游泳 样样精通 一度被网友评价为迪士尼再逃公主 就在人们夸赞她美貌的时候 她却在火星情报局中 披露自己曾经因为容貌自卑 而整骨接近十次 耿直女孩 真是什么都敢说啊 但她情商低的行为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前阵子浪解中 她就跟其他的姐姐发生过分歧 并且被骂上了热搜 在公演曲目 《给自己的歌》中 陈小云毛随自荐地挑选了开头的部分 可作为专业歌手的容祖儿却认为 开头部分需要强烈的情感表达 而陈小云难以胜任 后来僵持不下 陈小云则是崩溃大哭 并应应道 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在这么多人面前唱 最终容祖儿妥协了 陈小云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开头的部分 事后 网友们纷纷留言称心疼容祖儿 而陈小云的路人员也因为这件事一跌再跌 后来她甚至跑到评论区怼网友 她说道 我的热度够高了 你们要是心疼祖儿姐姐 那就多给她刷刷热度 一波发言 气得人牙根痒痒 想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没有点情伤是不可能的 奉劝陈小云一句 你可长点心吧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杨幂新剧《胡珠夫人》开播 真的被陈小云抢了风头 杨幂和陈伟婷主演的古装大剧《胡珠夫人》 已经正式上线开播 不得不说 这部剧的宣传还是很给力的 因为在上线不久 就引发网友热议 还把《胡珠夫人》特效好厉害 杨幂六级叫了132声师傅 徐开聘陈小云 《胡珠夫人》替身文学等相关话题 推上了热搜 《胡珠夫人》一上线 很多网友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二位主演各种热搜话题不断 有网友说 首先选角就赢了一半 节奏也不拖 还有网友评论 开篇不错 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这剧值得一追 可是不少网友却入坑了 徐开聘陈小云的副线CP 有的网友说 想不到《胡珠夫人》的副CP 这么有意思啊 替身文学也玩的是一套一套的 太有意思了 大家快去看啊 还有网友说 蓝亭集续CP磕到了 陈小云在剧中一人分饰两绝 由她饰演的一对姐妹 提兰 子三 两姐妹虽容貌相似 但性格却截然不同 地区的心爱之人是提兰的姐姐 提兰和姐姐长得一模一样 这个先婚后爱的感情线 是不是更呆感呢 网友各种夸赞陈小云状态好 妆容也美 未来可期 你觉得陈小云能抢了杨幂的风头吗 再来看看 胡珠夫人陈小云一人分饰两绝 内涵杨幂没演技 只会吃苦 陈小云再出茶言茶语 令中网友无语至极 在胡珠夫人中赚得好感度 现在又被祸祸了 陈小云是想走黑红路线吗 就在今日 陈小云发布了一条 自己在胡珠夫人的镜头 有粉丝就说 这部剧你是唯一的亮点 那谁看得好尴尬 其实粉丝说这话并不奇怪 毕竟每个人喜好不一样 偏爱也不是对谁都有 但陈小云的回复就很有意思了 她说 蜜姐是我的偶像 也是非常敬业肯吃苦的艺人 能和她出演一部戏是我的荣幸 第一 陈小云的粉丝 并没有说令她尴尬的是杨幂 第二 陈小云只说杨幂敬业吃苦 回避演技 角色塑造得好坏 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在否定别人 你品 你细品 是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如果陈小云不作妖 凭借胡珠夫人真的大火一把 容貌出众 演技也不差 在剧中一人分饰两绝 让观众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差别 陈小云在剧中饰演逝去的子簪 和妹妹提兰 子簪是地序的王妻 生前性格活泼开朗 和地序的感情十分恩爱 而提兰则恰恰相反 由于提兰生母身份低微 提兰从小就不受重视 所以打小就懂得察言观色 行事稳重 不容许自己出一点错 但提兰总归是公主的身份 不能逃脱和亲的宿命 所以遵照父亲的意思 来到地序的身边 用地序的话说 提兰就是看起来像小白兔 其实内心不服不逊 作为飞克班出身 第一次出演难度系数这么大的角色 对于陈晓云而言是一种挑战 但显然她是成功的 对于陈晓云而言是一种挑战 对于陈晓云而言是一种挑战